何僧堡是一父子 在他出生前一天爹意外坠崖死了 娘胡适一激动 腹痛早产生下了他 他从小体弱多病 多灾多难 怕痒不大 胡适从小给他打了耳洞戴了耳环 又让他拜在寺庙里 任在菩萨门下当记名弟子 看管的严 不准爬树下河 不准奔跑追逐 相比牛脾气的大哥 他性格温顺 专心读书 娘说向东他绝不会向西 十三岁那年 胡适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对方乃是镇上田园外家的千金小姐 听说相貌是一等一的好 何僧堡虽然年少害羞 也对未来的妻子充满好奇 让书童小满去打听打听 是不是真的貌美如花 书童小满跟他说 对方姑娘确实很美 只是听闻名声不大好听 跟他表哥有一腿 这还得了 何僧堡闹着要退婚 胡适知道缘由后 骂他听风就是雨 田小姐拒绝了某恶少求婚 而选择了自家 恶少百般造谣 败坏他名声 田小姐都被逼得 差点悬梁自尽了 他作为未婚夫 还要雪上加霜吗 何僧堡茫然失措 不知道该相信谁 而啊 从小到大 娘哪一件事情 不是为你好 哪一件事情骗过你 胡适苦口婆心劝他 何僧堡一想也是 娘把自己当眼珠子似的 怎么可能害自己 天气炎热 连风都是热的 他午睡很快醒了 一头一身都是汗 想着去娘亲那里 要个竹夫人 谁知刚进娘院子 便听见他和奶娘说话 原来田小姐的确和他表哥 有些不清不楚 还打过一个孩儿 娘亲答应这门亲事 只不过因为田园外 会送上一大笔嫁妆 最近店铺生意不好 农庄收成也不好 那笔嫁妆进门 正好帮补 顺便再给大哥那几个小妾 免得他老是往外跑 何僧堡如遭雷劈 娘亲怎么能为了嫁妆 而答应这样一个女子进门 他有这样的把柄 进了门 哪里立得正 还不是任由我搓圆捏扁 宝要是不喜欢 给他在那三五个小妾 他敢说半个不字 何僧堡差点吐了 再也听不下去 转身就跑 茫茫然跑出家门 也不知跑了多远 遇上大雨 恰好路旁有间破庙 便冲了进去 庙里头 有个凶神恶煞的中年男人 光着头 穿着破僧衣 用一口大锅煮汤 香气四溢 分明是鸡肉香气 他看着何僧堡 战战兢兢的模样 不耐烦 让他诡异边去 何僧堡道一声得罪 走到旁边 挑了块稍微干净的地方 拿出怀中卷帕 垫在地上 这才坐下 凶僧一面用大木勺搅拌鸡汤 一面斜眼看着他的举动 发现他打着耳洞 挂着小小碧玉耳环 以为是女扮男装 不由咧嘴一笑 道 这位小 小兄弟 外面大雨 鸡汤熟了 不如过来 是仪式大哥 我的手艺如何 他笑 远比他刚才怒吓 更令人害怕 何僧堡哪敢上前 有意逃跑 但又怕他突然出手 正彷徨间 梁上忽然有人扑吃笑了 道 陈老大 你瞎了不成 是男是女都看不出 白玉娘 你又坏老子好事 陈老大勃然大怒 一仰手 大木勺直飞梁上 只听一声轻笑 有个白衣女子 握着大木勺 轻飘飘落地 陈老大则不知 从哪里拖来一根缠杖 一勺一杖 居然打成平手 砖飞锅倒 鸡汤泼了一地 何僧堡连滚带爬 冲出破庙 拼命狂奔 直到冲进街上人群中 才停下脚步 算是捡回一条性命了 他心知江湖险恶 并非自己一个单薄少年 能行走的 像大哥平日说的 时时务者为俊杰 还是乖乖回家 认真读书 婚事那头 能拖则拖 不能拖再做打算 到家时 胡适跟他道喜 吓得他差点跳起来 以为婚期到了 幸亏不是 原来是唐叔和三来家 说起他主子六王爷 原是太后 眼珠子一般疼爱的小儿子 后来错失皇位 留经八年 被大臣们弹劾多次 才离经来到封地 需要给儿子找一个半读书童 眼力要好 写字要好 为期三年 酬金丰厚 若是得六王爷看重 日后升官发财 指日可待 胡适心动了 答应送儿子去争一争 大儿子不成器 小儿子有机会 不能错过 何僧宝也没反对 进王府 总胜过曲田小姐吧 两人坐了马车 直奔六王府 唐叔和三一路 教各种规矩 何僧宝一面听一面点头 去到王府 见门口站着很多英俊少年 还有一对少年 拿着礼物 垂头丧气走出来 何三问何僧宝 你知道他们为何明明 他们得了礼物 还不高兴吗 何僧宝说 那是因为如果他们能留下 得到的会更多 他们沮丧的 是失去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啊 何三很满意 又嘱咐了他一番 让他排队等候面试 自己先进府报告了 排在何僧宝前面的 是一个高兽和他差不多的少年 很热情 自我介绍叫冯云祥 去年中的秀才 听闻王府招办读书童 特意来试一试 他腰间挂着一把剑 颜色斑斓 剑鞘上宝石已经脱落 分明是旧剑 见何僧宝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剑 他笑笑道 有备无患 挂着吓唬吓唬人的 前面不远处 一个胖大少年得意洋洋 说自己一定会被选中的 其他人也连声奉承 管家刚好出来看看 还有多少人 拦住了胖大少年 不让他进门 说太胖了 少年不服 说半读书童最重要的是才华 而不是高矮肥瘦 管家说 我们小王爷的先生 可是水炎先生 你再有才华 也不可能有水炎先生有才吧 书童而已 最重要的是懂事 体贴主子心意 你的脾性 一看就是不能事后人的 他抬头看到了 何僧宝和旁边冯云祥 眼前一亮 招手示意他们过去 问他们几岁 一左一右 亲自携了他们的手进去 进门后 有个老仆歪坐在凳子上喝酒 问 老九 你这是第十六批了吧 再不成功 小心主子接了你的皮 何僧宝心一沉 心头升起不祥的预感 但又想起 方才排队出去的少年 要是势头不好 自己便故意出错 找机会出府 谁知面试很轻松 对方问了问他们出身姓名 又考了几句功课 说两个都是好孩子 带到花园中假山面前 让他们拿着一把竹筒火把 爬过假山山洞 爬出便算过关 冯云祥拿着火把犹豫不决 何僧宝看着周围一圈 是位手中寒光闪闪的刀剑 事到如今 就算假山山洞是龙坛虎穴 也得走上一趟了 两人钻进假山 里面暗道不高 冯云祥得猫着腰才能通过 暗道并无岔路 弯弯曲曲 怎么走也走不进时的 冯云祥怕了 要往回走 何僧宝虽然年少 骨子里有种牛脾气 想看看尽头是什么 选择继续前进 结果冯云祥回头走了几步 也跑回来了 说自己想清楚了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些 爬着爬着 山洞忽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莲花形的山洞 兜了一圈 再无去路 莲花山洞中间一口井 井边有一个带绳子的水桶 还有颗瘦小的竹子 只有零星十来片枯黄的叶子 旁边洞壁上刻着一行字 灌无三桶水 还均三百万 冯云祥还在思索如何是好时 何僧宝把火把交给他 毫不犹豫握着绳子一端 拿起水桶扔进水井里 他曾见过仆人打过水 轻轻一晃一提 满满一桶水便提起来了 谁知道了自己手中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晃了好几回绳子 感觉水桶还是不重 提起来 果然桶底只有薄薄一层水 交给了竹子 竹子毫无变化 打第二桶 他有点惊艳了 打了三分之一桶水 第三桶 则打了半桶水 竹子没任何变化 冯云祥拉了拉他的手臂 说都是骗人的 让他原路返回 何僧宝觉得 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浇够三桶水的缘故 又连续打水 浇在竹根上 果然 竹子哗啦啦一阵抖动 枯黄的叶子开始变青绿 然后叶子变多 竹竿往上窜 将山洞顶部石头 戳出一个大洞来 在这里 这里 头顶上一片喧哗 很快有人吊着绳子下来 将他们二人拉了上去 管家抱住他们两个 在他们肩膀上连拍了好几下 特别开心 管家伯伯 我们过关了吗 冯云祥问 过啦 过啦 一群人兴高采烈 个个都笑得何不拢嘴 此时天还未亮 何僧宝与冯云祥两人 受到热烈招待 桌上满满当当堆了山珍海味 冯云祥敞开肚皮吃喝 说都是托何兄的福气 这趟来对了 那么难找的亮天竹 都被他找到了 什么亮天竹 冯云祥本以为 他装呢 谁知道何僧宝真的两眼满满的不明白 便告诉他 据说当年开国皇帝在这王府藏了七座宝井 井边藏有亮天竹 只要找其七根亮天竹 按照其位置标识 便能找到另外一个宝藏 获得巨额财富 子孙富贵绝顶 亮天竹不是谁都能找到的 必须是身怀机缘的人才能打开密道 一路走到他面前 何僧宝问 你的意思 假山密道不是谁都能走的 冯云祥横了他一眼 道 那当然 你以为我当时为什么往回走了几步 又跟着你跑了 我们身后的密道消失了 如果这密道只有自己能开启 自己是不是能向六王爷提一个要求呢 何僧宝的心怦怦乱跳起来 冯云祥吃饱喝足 说要睡一觉 用被子把自己一卷 躺在榻上 像残茧似的裹得严严实实 并且告诫何僧宝 自己睡向难看 睡着了会拳打脚踢的 让他睡床 千万别近身 何僧宝可没和别人挤一块的习惯 让他安心 自己先喝点茶 走两圈 消消时 房门拉不开 喊人 门外侍卫说 上头有吩咐 让他安心待房间里 何僧宝意识到不妙 说自己要大姐 侍卫并不开门 说床后有镜桶 先用着 何僧宝其实并不想大姐 不过想试探试探侍卫的态度 如今来看 自己和冯云祥二人被囚禁了 一时也出不去 他转头看冯云祥 冯云祥睡得很安稳 发出轻微均匀的呼吸声 其实睡相比他自己说的端正多了 何僧宝在暗道中走了很久 一躺到床上 才发觉浑身酸痛 腿脚发软 翻了两次身 很快睡着了 却又很快被某种奇怪的声响惊醒 还未睁开眼睛 便意识到房间内有人 而且那人捏手捏脚地正往床边走来 他努力控制着呼吸 假装还在睡觉 那人忽然低声道 小子 别睡了 我知道 你们早醒了 这种话 他从小听多了 大哥每回进他房间偷东西 都必然问这么一句 他也懒得搭理大哥 这回 他同样习惯性 继续假装安睡 微微睁开一线眼缝 看小偷下一步动静 脑子里拼命在想 小偷是谁 他的声音似曾相识 谁知小偷 看他没动静 当一声抽出刀子 往床上砍来 何僧宝赶紧往后面一滚 小偷的刀子却没砍下来 而是被人用剑隔住了 那人带笑道 陈老大 好没出息 好好地强盗不作 沦落到做贼了 何僧宝这才意识到 眼前打斗的两位 都是破庙中曾有一面之缘的陈老大和白玉娘 两个都不是好惹的 他躲在床上角落瑟瑟发抖 此时眼睛已经逐渐习惯了黑暗 他隐约看到踏上已无冯云祥的身影 也不知他是出去了还是躲在床后 奇怪的是 房内刀剑相加 叮当不绝 房外却静悄悄的 无一人进来帮忙 本要喊救命的何僧宝 意识到这怪异之处 及时闭上了自己嘴巴 自己乃是寻找梁天竺的重要人物 王府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死 他们不来救 只能说明 他们认为自己并无危险 陈老大要砍自己 那么阻止的白玉娘 便是王府中人 而且武功比陈老大更高 果然 再打几个回合 陈老大闭上中了一剑 整个人撞窗逃跑了 何僧宝从床上跑下来 对着白玉娘道 多谢冯兄 白玉娘一致 将宝剑插入剑桥 点燃蜡烛 果然是冯云祥的脸 原来他是王府暗中 派来保护何僧宝的人 冯云祥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 当日破妙偶遇 我觉得你胆识过人 便向王爷推荐了你 万万没想到 你果然是大有机缘之人 你放心 有我在 陈老大伤不了你 何僧宝点了点头 忍不住问 冯兄 你是姑娘吧 烛光下 冯云祥的脸 浮起两团红云 废话 你戴了耳环还是男的 我穿了男装 难道就不是女的 何僧宝一想也对 对他拱了拱手 多谢他救命之恩 冯云祥摆摆手 道 放心 你没欠我什么 此时一了 你我各走各路 他掏出一把短匕首 让何僧宝随身携带 以便防身 第二天 第三天 两人又被带到假山前 何僧宝带头 走进密道 顺利在其他位置 找到了第二 第三颗亮天竹 寻找第三颗亮天竹 耗的时间比较长 出洞后已大亮 冯云祥皱着眉头 说他临时有事情需要处理 让他一个人乖乖吃饭 便匆匆走了 送饭来的女仆临走前说 他未婚妻田小姐 有要事与他相商 请他悄悄到花园见上一面 一想到田小姐和僧宝便头痛 哪里会与他相见 一口拒绝了 女仆奇怪地看着他 说田小姐如花似玉 家人有约 不见岂非唐突 何僧宝冷笑着道 第一 男女瘦瘦不亲 我身为读书人 自然要手礼 第二 这里是王府 守卫森严 他如何进得来 小子 你不该太聪明 女仆右手一番 从托盘底下 拿出一把匕首 往何僧宝身上刺过来 结果一声风响 窗外射来一块石头 打在他手腕上 将匕首打落了 几乎同时 另一块石头 打在他右腿弯上 他整个人跪倒在地 冯云祥带着两名护卫走进来 护卫将女仆脱了出去 冯云祥问 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 何僧宝笑嘻嘻道 呵呵 小弟虽然笨 也知道 你当众说 让我一个人吃饭 是在钓鱼 王府危机四伏 若然你 真的留我一人吃饭 又怎敢当众叮嘱 冯云祥拍了拍他的头 道 小子有长进啊 何僧宝不敢说 若是傻乎乎的 早不知死几回了 行 美人在前而不动心 有点意思 不过美人可以不见 你娘不能不见 冯云祥道 他娘见他多日未归 特意前来王府打听 管家已经请他过来了 数日不见 胡适脸瘦了一圈 拿着帕子不断失泪 说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自己也是担心他有事 才跑来王府打听 幸亏管家他们不怪罪 反而让他进来见上一面 何僧宝见他这样 心中一热 请他坐下 一起用餐 胡适吃了半碗饭 说王府果然不比民间 吃的喝的都是一等一 又拿起酒壶 倒了一杯酒 让他喝 何僧宝拒绝了 说 娘 我不会喝酒 你忘了 胡适笑笑 慈祥地道 既是不同往日 你如今长大了 又身在王府 不会喝酒应酬 怎么讨主子欢心 来 先把酒喝了 这酒是果酒 不烈不辣 甜着呢 何僧宝接过酒杯 问道 我哥呢 胡适道 嗨 别提他了 他还是那么不成器 整日东游西大 何僧宝心一震 反手向后 拉了拉一直立在自己身后的冯云祥的手 用力一捏 忽然吼道 他是假的 胡适果然是冒充前来刺杀何僧宝的 他很奇怪 自己的长相 声音 举止 几乎与胡适一模一样 何僧宝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难道真的是那杯酒出卖了自己 何僧宝摇摇头 不说话 冯云祥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那个假冒胡适并未遗容 而是本身就与胡适长得九分相似 何僧宝怎么认得出来的 何僧宝苦笑着告诉他 整个云城的人都以为娘亲最疼爱的是自己 其实 娘亲疼自己 但更爱大哥 尽管大哥种种不端 娘亲从来不肯批评他半句 更不肯承认大哥不成气 反而对自己 表面各种操心 实至母子间有种奇怪的隔膜 他小时候不明白 渐渐大了 直到他爹意外身亡 猜测娘亲可能觉得他晦气 爹没了才来的自己 每次看到自己 娘便想起意外身亡的爹 他怎么会喜欢自己 冯云祥看着仿佛在说别人故事的少年 心中一酸 有许多话想跟他说 但往事都过去了 他不想再犯起惨痛 忍了忍 又将满腹心酸压了下去 自六王爷将谋害何僧宝的女仆 假冒胡适的女人都当众鞭打五十鞭 并加强守护后 接连几日 再无人前来暗算何僧宝 他陆续又找到了三颗亮天竹 只剩下明日最后一颗 便算完成任务 他想着 到时候便跟六王爷说出自己愿望 分别在即 冯云祥也有几分留恋 他问何僧宝 到时候能不能把耳垂上的碧玉耳环 送给自己作为留念 碧玉耳环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算是冲着他多次与自己一同出生入死 也该送 何僧宝抬手要摘 冯云祥说不及 以后再摘 六王爷接见何僧宝 问何僧宝有何愿望 美人富贵 唾手可得 何僧宝毫不犹豫 要求与田家小姐解除婚约 好 六王爷一声令下 手下立刻去办 一个时辰后回报 婚约已经解除 婚约与信物都拿回来了 六王爷示意将东西呈给何僧宝 又召来五六十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问他看中哪一个 若是全要 也可以 六王爷大笑起来 美女们一个个愁眉苦脸 两眼泪汪汪 在管家的呵斥下 勉强朝何僧宝 堆出满面笑容 何僧宝谢过六王爷 说自己年纪尚小 不考虑成亲 带着冯云祥 第七次进甲山密道 刚进去不久 冯云祥便要他耳上的碧玉耳环 何僧宝停下脚步 问 玉娘 你既然为六王爷办事 可知道这梁天竺的真正作用 别告诉什么宝藏 我不是傻子 冯云祥不出声 何僧宝冷笑着道 你也是女子 我不相信 你看到刚才被六王爷抓来的民女 没有心肝 你愿意为虎作娼 我却不愿助纣为虐 宁愿一死 也不去找第七颗梁天竺 他掏出当初冯云祥送他防身的匕首 压在脖子上 道 事到如今 你还不愿说真话吗 冯云祥叹了口气 说出了真相 所谓亮天竺 那并不关系到什么宝藏 而是当年太祖身边何大师布置下的压制旁支 防止长子长孙皇位受威胁的水墓七星镇 给亮天竺浇水 反而修补 加强了镇法 何大师为了自保 说水墓七星镇百年后需要修补 特意留下一双碧玉环 何家子孙持着碧玉环 才能找到七星镇 十三年前 六王爷有心争夺皇位 威胁何僧宝父亲 替他寻找七星镇 何僧宝父亲拒绝 被他害死了 为了保住大儿子 胡氏故意纵容大儿子 娇生惯养 让他吃不了半点苦头 根本不可能去寻七星镇 可是 何僧宝心乱如麻 如果真是这样 为何娘亲明知道 王府需要自己做什么 也送自己进府 冯云祥怜悯地望着他 说胡氏第二个儿子 早产体弱 生下来没多久便死了 何僧宝 原是何家旁之 一个穷亲戚生的儿子 月份差不多大 被他抱来的 当作儿子养大 替自己的亲儿子挡栽 何僧宝颓然坐倒在地 胡氏对自己时冷时热的态度 一切都解释得清了 风云祥说 他表面是六王爷的人 实际替皇帝办事 和陈老大是一伙的 本来谁当皇帝与我们无关 但若是六王爷争夺皇位 天下风烟又起 民不聊生 哀鸿遍野 我和陈老大不能不管 陈老大 你们之前种种都是演戏 何僧宝惊呆了 一直以为自己什么都看破了 原来自己早已是局中人 若非如此 六王爷又怎会放心 让我跟在你身边 冯云祥笑笑 从胸前掏出两个布包 放心 等陈老大信号 你我交完梁天竹便走 何僧宝眼睁睁看着冯云祥 略有起伏的身材 变成和自己一样干瘦 不由瞪大了眼睛 你真是难的 当然 不让你近身 只怕你不小心砸了我的雷丸 两人继续前进 找到最后一颗梁天竹 浇完两桶水后 直到感觉地下摇动不止 又听到外面一阵轰隆声响 便将第三桶水浇在竹子上 待竹子长高 顶上垂下绳子 下来的侍卫 不是朝他们伸出手 而是拔出了刀剑 引着他们离开亮天竹 冯云祥对何僧宝说 你看看 脚兔死 走狗砰 我没骗你吧 说话间 他朝护卫扔出雷丸 将他们炸得半死 才带着何僧宝从垂下的绳子爬上去 甲山上 陈老大朝他们伸出手来 小子还行 我陈某没看错人 六王府被陈老大炸得千疮百孔 更多的官兵奔走不休 捕捉谋逆于党 六王爷所图谋的 都成了梦幻泡影 陈老大问何僧宝 今后有何打算 七星镇既已修补完毕 天下暂时平静 何僧宝对此处毫无留恋 准备跟着冯云祥陈老大他们天下走一遭 别忘了 灌无三桶水 还均三百万 我也算灌了十八桶水吧 上天欠我五千四百万呢 他笑嘻嘻地跨上马车 冯云祥也笑 说不定是五千四百万厘米 陈老大 也可能是五千四百万厘沙子 三人说说笑笑 一路即行 从此天下四处不断冒出他们的传说 明朝时期 由于阳县、三河县、玉田县三县合并的济州 他位于天津的最北部 直到后来才归属属顺天府 被人们称之为千年古县 在冀州县南城区有一户姓杨的人家 杨老汉是县衙里的刽子手 长得凶神恶煞 别说哪家姑娘不愿嫁给他 就是有些胆大的小孩看见他 也吓得绕路走 杨老汉本以为这辈子娶不上媳妇 却没想在四十岁那年 惊人介绍娶了隔壁县的一个傻姑娘 这个傻姑娘叫孙儒 家里也算是大户人家 因为小时候发了一场高烧 后来病虽然治好了 但是神志却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杨老汉也不是挑挑拣拣的人 他认为能娶到这样的媳妇 已是天意 于是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三枚六聘地将对方娶进家门 孙儒嫁到杨家后 肚子也非常争气 第二年就给杨老汉生了一个儿子 两口子生了儿子很是欢喜 杨老汉便请张献令 给这个孩子取了名字叫杨忠 杨老汉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 能够像大英雄岳飞一样 惊中报国 杨忠自打董事起 就跟着父亲后面练习武艺 可惜他读书的天分不够 几次相识都没有考中 也就注定了走势图无望 那年头读书人受人敬重 考中科举可以当官 即便考不中 也可以写诗作画 再不济也能回乡做个教书先生 像杨忠这样自幼学武的 除了街头卖艺 便很难找到营生 好在杨老汉在县衙里做柜子手这些年 也认识了几个狐朋狗友 于是托关系给儿子在县衙里 谋了一份行刑贵子的身份 所谓的行刑贵子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紫城副业 在监狱里任职 专门负责砍杀犯人脑袋的 杨忠武艺高强 对行刑这份工作十分胜任 而且经常帮着那些捕快 一起抓获犯人 因而得了一个外号叫冷面狼 其实杨忠因为柜子手的身份 表面上看似冷酷无情 实际上确实一个面冷心热的人 他砍杀的犯人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个个都是罪大恶极之人 有人说冷面狼杨忠的刀下没有冤魂 这些称赞每次被他听到 他也会洋洋得意 心胸暗暗启示道 我杨忠的这把刀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顾错过一个好人 杨忠的母亲在他八岁那年去世 如今父亲也年事已高 指不定哪天就会撒手人寰 杨老汉做了一辈子刽子手 早已见惯了生死 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就是儿子已经到了婚娶的年纪 却没有和哪个姑娘有所接触 杨老汉担心儿子步入自己的后尘 于是四处托人说美 可是人家听说杨家父子俩都是刽子手以后 吓得都不敢同意这门亲事 其实杨忠和父亲虽然职业相同 但是自身条件还是有所区别的 他遗传了父亲高大的身材 相貌却像端庄清秀的母亲 因此看上去鹦鹉不凡 只不过没嫁人的黄花大闺女哪里知道这些 他们只听别人说 刽子手都长得凶神恶煞 连小孩见了都吓哭 这才死活不同意嫁到杨家 这一天 县衙里的王雅思被几个差役从外面抬了回来 杨忠平日里和对方关系极好 急忙上前关心道 王雅 这是怎么了 王雅思今天抓一伙山贼 身上被山贼砍了几刀 此刻疼得闭牙咧嘴 他知道自己受伤严重 可能挺不过去了 于是一把抓住杨忠说道 杨兄弟 我知道你为人忠厚老实 是个靠得住的人 为兄一生尽忠指手 早就把死亡置之脑后 如今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嫂子 王雅 你多虑了 好好要伤 身体一定能恢复的 杨忠安慰道 杨兄弟 为兄想拜托你一件事 这件事可能让你为难 但是我只相信你了 王雅思继续说道 王雅 你有事尽管说 我杨忠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杨忠拍着胸脯说道 好 为兄相信你 等我死后 请你替我照顾好云儿 若是能娶她为妻 我就是死也无憾了 王雅思眼神请求道 王雅 这 杨忠一脸为难 他怎么也没料到 对方会有这样的请求 你放心 云儿生得漂亮 他嫁给我的时日不多 你只要真心待他 他会是一个贤妻良母的 王雅思怕对方不答应 急忙说道 王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五刀弄枪的粗汉子 怕到时候委屈了嫂子 杨忠如实说道 我会修书一封 到时候你带给他 到时候他看见了 一定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王雅思说完 让人拿来笔墨纸验 随即用尽最后的力气 给妻子写了一封书信 杨忠将王雅思的尸体 送回对方家中 并帮着潘巧云 后葬了丈夫 等丧事都办妥后 潘巧云非常感激杨忠的帮忙 他见杨忠脸色犹豫 便出口问道 杨兄弟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 没有 杨忠脱口而出道 真的没有 我怎么听说 相公临终前 曾留了一封书信 让你交给我 潘巧云抬起头问道 哦 确实有 只是杨忠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把这封书信交给对方 快拿来吧 这是相公最后要对我说的话 你难道就那么狠心 潘巧云说着就哭了起来 你别哭 那封信在我身上 我现在就拿给你 杨忠也不知道怎么哄女人 马上从怀里掏出书信 给对方递了过去 潘巧云接过书信认真看了起来 过了好久 他突然抬起头 盯着对面的杨忠问道 你不肯将书信拿给我看 是不想答应相公 今后照顾我吗 我 杨忠一时语色 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是因为我不够漂亮 所以你不喜欢我 潘巧云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对方 似乎很想知道对方心中所想 不是 嫂子很漂亮 只是我不能趁人之威 杨忠如实说道 你是怕别人说闲话 还是说自己喜欢我 只是有贼心没贼胆 潘巧云继续逼问着 你这话何意 我怎么就有贼心了 杨忠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那相公让你娶我 你敢吗 潘巧云开门见山地问道 其实 王压司在心里已经说得很明白 如果丈夫去世后 他不找个靠山 到时候 他那个赌徒父亲 肯定要把他卖到青楼去 一想到今后的日子 潘巧云就不敢想象 而眼下这个男人杨忠 不仅一表人才 而且还是县衙的柜子手 倘若他嫁过去 他那个父亲也奈何不得 我杨忠有何不敢 若是嫂子不嫌弃 我这就回家张罗 杨忠被对方三言两语地逼问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杨忠回家以后 就把这门亲事的来龙去脉 都和父亲说了 他本以为父亲听了会不高兴 却不想对方叹了一口气道 哎 这都是我们杨家人的宿命啊 我当年娶了一个傻姑 没想到 儿子又要娶个寡妇 爹爹若是不答应 我这就回绝了他 到时候再给巧云找个好婆家 杨忠说道 胡闹 我杨家男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吐一口唾沫一个钉子 岂能说话不算话 杨老汉呵斥道 杨忠听了父亲的话羞愧不已 于是父子俩一番商量后 亲自操持了这门亲事 请了一顶花轿子 将潘巧云迎娶进了门 那潘妇虽是个赌徒无赖 但是得知女儿嫁到杨家后 倒也不敢胡闹 只是吃了顿喜酒便要离去 杨忠见状 从家里拿了二两银子递给老岳父 并嘱咐道 这些钱你拿去吧 虽说你是我岳诈 但是今后别让我瞧见 你在赌方里出现 是是是 潘妇接过银子 便匆忙离开了 杨忠娶了美娇妻这件事传出去以后 还是引得很多人在背后说闲话 因此他除了晚上回家 其他时间都在县衙里当职 一转眼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最近杨忠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情 回到家里以后总是心不在焉 即便有美人在一旁 他也没兴趣碰一下 妻子潘巧云满脸忧怨地说道 相公最近怎么了 难道是嫌弃我了吗 哪有 我只是遇到了烦心事 杨忠叹了一口气道 雅门里的事情我也不懂 不过既然回家了 相公还是应该放下公事 让我给你放松一下如何 潘巧云说着靠近了过去 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对方 去去去 没见我烦着吗 杨忠一把将对方推开 几天后 杨忠愁眉哭脸地走在街上 旁边有人取笑道 这不是冷面狼吗 咋拉着一张苦脸 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杨忠听着这些人的奚落 忍不住与对方几人扭打在一起 可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给我往死里打 他平时耀武扬威的 不把咱们兄弟放在眼里 如今他放走了山魁兴荣马戎 马上就要被罢免了 那几个混混嚷嚷道 就在几人要下狠手时 一个魁梧的大汉将几人拦住道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你们竟敢欺负人 你又是谁 可别多管闲事 一个混混喊道 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拼命三郎吴凡是也 吴凡面对几人 眼中丝毫不拒到 管你是谁 给我一起揍 几人说完 一拥而上 不过杨忠和吴凡 都是伸手矫健的练家子 眼下多了一个人 对付几个混混 就轻松多了 三下五除二 便打得哪几人 灰头土脸地跑走了 多谢吴兄弟搭救 我杨忠感激不尽 杨忠抱拳道 哥哥客气了 你的大名如雷挂耳 我吴凡早就想结识了 吴凡客气回了一句 刚刚听吴兄弟说到拼命三郎 难道 杨忠一脸吃惊地看着对方 哥哥没认错 我平日里喜欢结交朋友 为兄弟更是两肋插刀 拼了命也不惜 因此被人叫做拼命三郎 吴凡笑着解释道 你我有缘 不妨结拜为兄弟如何 杨忠也喜欢结交英雄好汉 否则也不会故意放走朝廷缉拿的侵犯马戎了 原来马戎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客 专门逞强除恶 后来有人冒充他 做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 这件事被马戎知道以后 便找到冒充的人 亲手结果了对方 马戎也因为这件事被朝廷通缉 只是杨忠觉得对方不是坏人 若是被朝廷抓住 肯定难逃一死 于是便在抓捕的时候 趁机放走了对方 杨忠放走马戎后 自知这件事瞒不住张献令 因此很快就要受到处罚 而这个消息也被传了出来 因此这些混混便趁机来奚落他 两个人拜了把兄弟以后 又一起去酒楼痛快地喝了一场 临别前 吴凡对杨忠说道 哥哥若是有事 尽管招呼我一声 我吴凡就是拼了命也要办得周全 贤弟心意 哥哥心领了 杨忠听了十分感动 今天认的这个兄弟 确实忠实可靠 在对方身上 他仿佛看到了曾经好兄弟王压司 杨忠回到家里 妻子潘巧云告诉他 明日便是前夫百日了 他详请几个和尚 给前夫念经超度 杨忠随口问道 我和王压司生前亲如兄弟 这场法事应该要办的 只是近几日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恐不能帮着娘子操持了 相公不必担心 这次来念经的和尚 是我一个远房表哥 前几日我特意派人去请的 家里的事情我来办就可以 你的事我也听说了 还是先忙去吧 潘巧云善解人意地说道 想不到娘子如此体贴 我杨忠这辈子娶到你 真是福气 杨忠将妻子揽入怀中说道 传道桥头自然直 相公也不必忧心 说不定张宪令是个稀才的好官 他会给你求情呢 潘巧云安慰道 对了 我有个兄弟叫吴凡 他为人可靠 办事也利落 这几日我让他来家中帮忙 杨忠说道 如此也好 刚好家里有些力气活 少了男人确实不方便 潘巧云答应了下来 等到第二天 杨忠离开家不久 吴凡便来到了杨家 他见过潘巧云 一时竟然愣住了 吴凡也是一个光棍汉子 如今二十好几没娶媳妇 眼下的嫂夫人 长得实在惊为天人 若不是心中理智还在 差点就出了阳相 吴兄弟 你看什么呢 潘巧云偷笑着问道 我 我什么也没看 吴凡撇开目光说道 吴兄弟修要狡辩 难道我不美吗 还是说吴兄弟不敢看我 是心中对我有什么想法 潘巧云媚眼如丝地看着对方 这样的话 嫂嫂修要再说 我去练武了 嫂嫂若有什么吩咐 只需派人来知会一生便可 吴凡说完便匆忙逃离 吴凡离开不久后 一个叫柳如海的和尚 就带着几个小和尚来到了杨家 潘巧云见到对方以后 脸上露出一抹惊喜之色 随即两人便进屋热聊起来 到了晚上的时候 和尚的法事还在坐着 吴凡嫌得无聊 便在杨家大院里练起武艺来 正恋到一半时 却见一个黑影闪过 他急忙纵身一跃 将黑影一把抓住 好你个贼人 竟敢来杨家偷东西 吴凡抓住小偷后 怒声喝道 好汉饶命 我叫良上鬼燕三 实在因为家里窘迫 才不得已干了这种勾当 只要好汉放了我 我有一个秘密相告 燕三求饶道 快说什么秘密 若是胡编乱造 我打断你的腿 吴凡威胁道 岂敢 我刚刚在房间里 叫夫人和那和尚 他们 他们 燕三吞吞吐吐地说道 他们怎么了 快如实说来 吴凡逼问道 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小弟实在难以启齿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 燕三说完 趁对方不注意 脚步一蹬 越过墙头逃走了 吴凡心中好奇 便来到嫂夫人潘巧云的房间外面 没想到却听到了一些令人羞涩的声音 嗨嗨 吴凡故意咳嗽了一声 想阻止二人继续下去 这一声提醒 果然见笑了 没一会儿 潘巧云从房间里走出来 对着吴凡抛媚眼道 吴兄弟来找我有事吗 不妨进来坐坐 吴凡冷哼一声 进屋搜查了一番 只见那床上还有一串佛珠 不过房间的窗户却是打开的 他心里顿时就明白了怎么一回事 不过抓贼要见赃 捉奸要捉双 眼下没有证据 吴凡也不敢声张 只等杨忠回来 他在提醒对方几句 过了几日 杨家的法事做完了 杨忠在张献令的求情下 虽然保住了刽子手的职位 但是只能是戴罪之身 若是以后立功赎罪才能解除 尽管如此 这个消息对杨忠来说也是不错了 于是他回到家里 想与妻子商量 哪天烧些饭菜 要宴请吴凡 多亏了吴凡这几日照顾 不等他回到家里 却见妻子哭哭啼啼的 于是他急忙关切地问道 娘子 你这是怎么了 潘巧云抹了一把泪说道 这事还不是怪你 你把吴凡当兄弟 他却趁着你不在的时候 调戏于我 甚至扬言 即便等你回来 他随便找个借口诬陷我 你这个做大哥的 也会信他的 啪 杨忠听了妻子这番话 气得一把摔碎了刚买回来的好久 眼中木火中烧到 真是岂有此理 我现在便找他讨要说法 杨忠说完 便去吴家找到了吴凡 二话不说 就给了对方一拳头 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为何要打我 吴凡见对方怒气冲冲 一脸不解地问道 你说为何 我让你这几日帮忙照顾家里 你却 杨忠生气道 原来哥哥都知道了 这件事都怪我 是我没看住 嫂子和那和尚 竟然做出那种事情 哥哥这一拳打得好 都怪我 吴凡以为对方知道了真相 心中自责不已 杨忠想着妻子说过的话 没想到吴凡果真要诬陷他 心中气血上涌 又是一拳砸了过去 吴凡也不必让 结实地挨了一拳 杨忠还想再打 却见对方闭上了眼睛 于是他停下手 从腰间抽出那把 跟随了杨家父子几十年的长刀 砰 杨忠双手握住长刀 一把折断后怒声喝道 自今日起 我们兄弟情义一刀两断 以后别再相见了 哥哥 是我对不住你 吴凡跪倒在地 一脸愧疚地说道 杨忠见对方这副模样 还以为对方什么都承认了 心情更是跌落谷底 不过他也没有再出手了 只当自己眼下认错了人 离开吴家后 心如死灰的杨忠 想找个地方喝闷酒 却撞见梁上鬼烟三 从人家屋里偷东西出来 杨忠正愁没人喝酒 于是一把抓住对方说道 过来 来陪我喝酒 只要喝痛快了 我就放你走 燕三一听 觉得这交易挺好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酒过三巡以后 燕三也觉得对方实在可怜 便出言安慰道 杨大哥如此英雄好汉 没想到却娶了个浪荡媳妇 还有那给和尚也不地道 做法事竟然和人家娘子坐到床上去了 不过杨大哥 你听兄弟一句劝 为这种女人伤心 不值当 杨忠听了对方这番话 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问道 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燕三也糊涂了 对方难道不想因为妻子偷人 才伤心难过吗 想到这里 他便将那一日 自己去杨家宅子偷东西 然后看见潘巧云和柳如海 私会一事说了出来 杨忠听了这些真相后 心中恍然大悟 原来骗自己的是家里那个臭女人 而自己却冤枉了好兄弟吴凡 随即他问了一些细节 燕三说道 那女人和对方约好了 三日后的晌午 若是屋里点着油灯 那和尚就会进屋 若是没点油灯 就改日再约 杨忠听了这些话 心里便有了算计 等到第三日的时候 他正在当差 不过还是找了一个借口 跑回家中 果然发现家中的房间 在大白天点着油灯 通过外面窗户 看得一清二楚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 一个和尚跳上墙头的桃树 然后身形一闪 便钻进房间中 杨忠看到这一幕 气得牙齿打颤 然后抽出腰间的断刀喊道 你们这对狗男女 难命来吧 砰 房间的门被杨忠一脚踹开 那柳如海光的身子 想要跳窗逃跑 不过被他扔出断刀刺穿后背 直接当场毙命了 相公 你 你不是当差吗 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潘巧云惊慌失色地问道 我若是没回来 岂不是还被你蒙在鼓里 你现在有什么话好说 杨忠志问道 潘巧云自知谎言编布下去了 于是苦笑一声 怒声吼道 你让我说什么 自从娶我进门 可有一日把我当你明媒正娶的妻子 你在意别人在背后说闲话 整日都在衙门里当差 十天半月也不见人影 你让我独守空房 如今却来质问我 你 你身为女人 却不守妇道 做出这种事 还想诬陷我和吴凡的兄弟情谊 你可知错 杨忠念在对方 曾是好兄弟王压司的妻子 便一直忍耐着 只要对方认错 他就会放对方一条生路 哼 我和错之友 这一切都是被你逼的 我与你做了半年夫妻 还不如和他在一起两天快活 哈哈哈哈 潘巧云说完 疯狂大笑起来 一 杨忠想一巴掌打下去 手掌却停在了半空 打呀 你打呀 潘巧云怒吼了一声 随即趁对方不注意 一把扑在柳如海的身上 而那把断刀 也瞬间刺进胸膛 巧云 娘子 杨忠想上前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杨兄弟 对不起 其实我深爱的人 不是王铁生 也不是你 而是他 潘巧云低着头 深情地看着柳如海 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原来潘巧云和柳如海 本就是一对深爱的恋人 当年因为潘富赌博 欠了赌方一大笔银子 而柳如海 家屠四地 根本没有银子 替潘富偿还赌债 于是 潘富准备将女儿潘巧云 卖到青楼去换些钱财 刚好被王铁生撞见买了回去 潘巧云生得碧月羞花 自从被王铁生买回家以后 对方担心他的美貌被别人看见 便将他整日关在屋子里 而这一切 被他当初的恋人柳如海知道以后 对方就请了一些杀手 埋伏在王铁生抓山贼的路上 于是便有了后面发生的一切 潘巧云担心父亲 还会将他卖到青楼去 于是第一任丈夫去世后 他便顺着前夫的心意 嫁到杨家 潘巧云本以为杨忠会善待他 却没想到对方始终没正眼瞧过自己 恰在那段时间 他受到恋人柳如海的书信 才知道前夫王铁生是被对方害死 而对方做这一切 竟然都是为了二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在一起 两人本想等到时机成熟 在毒害杨忠 却不想二人耐不住寂寞 想出一个做法师的幌子 趁着杨忠焦头烂额的时机 两人偷偷私会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暗中私会 却被潜入杨家宅子偷东西的烟三发现 于是发生了后来的一幕 人就在里面 他杀了我女儿 快抓住他 这时外面传来攀附的声音 杨忠向窗外看去 只见对方领着几个差役 向这边赶过来 就在杨忠打算束手就擒时 好兄弟吴凡和燕三 突然出现在房间里 吴凡急忙喊道 燕三兄弟有离开的方法 我们快走 吴凡话音刚落 只见燕三打开房间里一块案板 地下竟有一个通道 原来燕三平日经常去各家偷东西 为了以防万一 他在地下挖了很多通道 而有一条通道 离杨家宅子很近 那一日他被吴凡抓住以后 便挖通了这里 没想到今日却派上了用场 潘妇带人扑了一个空 被差役狠狠揍了一顿 最终是偷鸡不成 返到十把米 而杨忠被吴凡和燕三救走以后 三个人有家不能回 只能流落江湖 做起了承恶扬善的侠客 唐朝时期 长江之流从陕西奉献 流向东北嘉陵谷 因而 这一段江水流域 又被称之为嘉陵江 古时又称雨水 此时夜深人静 一条船慢慢地靠近了码头 而船上几个人 已经睡得死气沉沉 只留下一个人 坐在船舱边哼着小曲 嘉陵江上滩连滩 沿对沿来山连山 一身耗子 我一身汗 一身耗子 我一身胆 正在哼小曲的人叫刘三 是这一代江域的船夫 跑了几十年的船 从未出过差错 眼看着船只就要靠岸 他心里有些美滋滋 因为这一趟的酬劳 是平常的几倍 等船只靠上码头 他将绳索一抛 正准备叫醒几位客人 这时一道黑影闪过 他的后脖子被人敲了一下 就晕了过去 外面的动静虽然不大 可是里面几人也非常警觉 等黑衣人冯玉临进了船舱以后 便迅速将对方围在中间 你是何人 竟然连关家的东西也敢结 其中一个叫江城的男子 大声呵斥道 废话少说 东西拿来 我饶你们性命 冯玉临眼里并无惧色 他微微踱步 冷眼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哼 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上 江城一声断鹤 和身边几人一起 向对方围攻而去 噼里啪啦 刀剑一阵激烈的碰撞 因为船舱狭小 几人的拳脚都施展不开 双方交手数十回合 倒也不分上下 这时 冯玉临看到船舱里放着一棵树 树根用泥土包裹 树冠疏散 纸条粗硬 叶子呈椭圆状 上面结着晶莹剔透的红果子 不好 他要强力之术 江城发现对方边打边退 很快就发现了对方的意图 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不陪你们完了 我去也 冯玉临提起果树 一下窜出船舱 然后跳入事先准备好的小船之中 轻摇船讲扬长而去 不用追了 江城阻止了其他人的追击 目光变得有些深沉 大哥 现在怎么办 几人一脸忐忑地问道 毕竟这果树可是官家 让他们负责保护的 如果知道半路被劫 恐怕头上的脑袋都难保住了 此人是侠盗我去野 专偷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 以拯救百姓 江城通过刚刚的交手 判断出对方的身份 既然是侠盗 为何要抢走官家的果树 下面的人有些不解 这也是令我疑惑的地方 此事必有蹊跷 江城投奔朝廷之前 也是一个江湖人 因此对江湖上的事情十分了解 冯玉临一具摆船到了下渡口 然后提着果树上了岸 等在岸边的男子笑道 侠盗我去野 果然名不虚传 那男人指着岸上的一辆马车 示意他们接下来可以驾车而行 等二人说笑着上了车 马夫扬起鞭子一声吆喝 马车便狂奔起来 很快就来到一处院子外面停下 进了院子以后 宋子义正摇着蒲扇在等着他们 看到从马车上抬下来的果树以后 他连忙起身相迎道 冯师兄出手 果然马到攻城 师弟 这棵果树接的果实 既然含有剧毒 我们还是尽快销毁吧 冯玉临皱了皱眉头提醒道 你们将荔枝树抬走吧 宋子义吩咐了下人 随即又让人拿来一袋黄金帝过去说道 师兄 这是太子让我给我给你的 你这次一举救的是大唐的江山和千千万的黎民百姓 师弟严重了 我本是县衙的捕快 若不是看不惯那些人的行径 现在还拿着朝廷的俸禄呢 这些人想毒害圣上 我第一个不答应 冯玉临义愤填膺地说道 来人快上茶 宋子义喊了一声 下人连忙端来了茶水 冯玉临舟车劳顿 早已口干舌燥 于是接过茶水一饮而尽 随即起身告辞道 师弟 事情办完 我告辞了 师兄 何必走得那么急呢 宋子义一招手 随即一帮人迅速将对方给包围了起来 师弟 你这是要做什么 冯玉临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太子下了命令 不留活口 宋子义阴瑟瑟地冷笑道 冯玉临知道对方过河拆桥 刚想拔剑 却觉得胸口疼痛难忍 他心里暗道 糟糕 我身体一直没出过问题 这个时候怎么会胸口疼呢 难道茶水里有毒 你别运功 越是运功 毒药会发作越快 宋子义音笑一声提醒道 哼 卑鄙小人 冯玉临提剑向对方赐去 是已至此 他也不会束手待毙 宋子义见状躲到一边 让手下人一起围攻对方 他知道冯玉临身手不俗 此刻毒药没有完全发作 他也担心对方苟急跳墙 冯玉临和对面一帮人站到一起 虽然凭借矫健的伸手 击伤对面几人 可是自己也身中几件 大哥 我们出手吗 而此时 躲在暗处的江城等人已经叙事以待 出手 眼看冯玉临支撑不住 就要命丧黄泉 江城大鹤一声道 乱臣贼子 哪里逃 江城一声令下 带来的人全部冲向对方 两伙人很快打成一团 撤 宋子义不想恋战 喊了一声 便带人离开了 这个时候 冯玉临再也支撑不住 直接晕倒在地上 江城见状连忙扶住冯玉临 给对方卫下护心解读完后 喊道 找一个担架 把人给我带回去 手下几个人迅速找来一些木头 用藤条捆在一起 做成划杆 然后几个人抬着冯玉临 又回到嘉陵江边的码头驿站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冯玉临终于醒了过来 他睁眼一看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周围的环境非常陌生 还有几个官兵打扮的人 正在盯着自己 快说 你把荔枝树藏到哪里了 这时 有人指着他的鼻子断鹤道 江城见状 连忙阻止道 退下 那人见大哥发话了 赶紧退到一边 江城拱手说道 冯兄 你总算醒过来了 他们也实在卑鄙 竟用下毒这种卑鄙手段 哼 你们岂不是更卑鄙 竟然用这种毒术暗害皇上 这可是欺君叛国之罪 与他们相比 我这一条贱命又何足挂齿 冯玉林冷哼一声 并没有给对方好脸色 江城一听对方这语气 就知道肯定是误会了 他苦笑着问道 冯兄 我知道你是鼎鼎大名的侠盗 我去野 可是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难道我还冤枉 你们不成 你们运来的果树 是不是要献给当今皇上 冯玉林冷声问道 正是 这有何不可 我们怎么就成了 欺君叛国的贼人了 江城不解地问道 冯玉林说道 你们的果树 是不是叫荔枝 是叫荔枝没错 江城点头应道 荔枝 据说他结的果实 是一种让人魂魄分离的毒物 你们献给皇上 到底是何居心 冯玉林质问道 江城听对方说完 立即笑了 荔枝虽叫荔枝 可他并非毒物 叫荔枝的意思是说 果子一旦离开树枝 一日而色变 二日而香变 三日而未变 四五日外色香味进去矣 这荔枝果实非但无毒 反而还有消肿解毒 止血止痛的作用 又是美容的上品 皇上心疼贵妃娘娘 所以才命人从福州搬运荔枝树去长安 我等皆是奉皇命行事 此言当真 冯玉林一下子震住了 难道宋子义说的都是骗他的 江城见对方一脸疑惑 苦笑着解释说 我知道你也是被宋子义给骗了 他是太子的人 原来当初杨贵妃进宫以后 一到夏天 时候会有溺恶 腹泻的症状 皇上叫来宫中御医 可是最终兜兜束手无策 皇上眼看着杨贵妃日渐消瘦 在这时高丽氏说 他的老家广东 有一种果树荔枝 接的果实可以开胃一皮 让人能够增进食欲 皇上闻言 便让人速去广东运荔枝 可是荔枝不好保管 从广东快马加鞭运至长安 至少需要半月 等荔枝运到时 果实色香味早已巨失 后来皇宫探得福州也盛产荔枝 皇上便让侍卫江城 带人前往当地 在荔枝成熟时连根拔起 再装入船中沿长江而上 然后从山城转入嘉陵江 最后从丽州改走陆路直达长安 这样一来不用三日便可 太子李亨对皇位早已寄予 可是唐明皇又老而不死 自从有了杨贵妃以后 甚至越活越年轻 于是心生歹意 想劫走荔枝树 如果没了荔枝 杨贵妃必然惆怅 这样一来 唐明皇也会日渐焦虑 到时候说不定就会一命呜呼 太子就可以早日登基 不过太子纵有天大的胆量 也不敢直接派手下 从江城手中劫走荔枝 于是在这个时候 宋子义便向太子进言 他有一个师兄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侠道我去也 宋子义知道冯玉林的脾性 对方在做侠道之前是县衙的不快 为人刚正不阿 如果让冯玉林知道荔枝的功效 肯定不会答应去结荔枝 后来宋子义便编了一套谎言告诉冯玉林 说荔枝是毒树 结的果实有剧毒 是寿王记恨唐明皇 所以才联合高丽氏向皇上进言献果树 实则是为了加害当今皇上 冯玉林听了对方的这些话后 果断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而太子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不管此事成功与否 最后他都可以全身而退 而所有罪责都可以推卸给侠道我去也 真是好阴险 冯玉林得知真相后 气得怒派桌子 冯兄 如今之际 我们只有想办法 从他们手里抢回荔枝树 进献皇上 江城说道 好 我定住你们夺回荔枝树 冯玉林肯定说道 冯兄 我派几个人给你 张龙王铁 你们要配合冯兄的行动 江城说道 江兄 你呢 难道不亲自去吗 冯玉林有些疑惑地问道 眼下这种情况已经迫在眉睫 对方难道还想置身之外 江城见对方疑惑 赶紧解释说 冯兄别误会 我们要兵分两路 我暗地里回一趟培州 再运一棵栗枝树 也好 如此才是万全之策 冯玉林点了一下头说道 冯兄 事不宜迟 我们要走了 江城说完 待人离开了 只留下张龙王铁二人 等江城走了以后 冯玉林马上和二人商量 找回栗枝树的对策 宋子义是他的师弟 以他的了解 对方必然不会毁掉这棵果树 对方会把果树藏在哪里呢 冯玉林皱眉思考了一番 突然灵机一动道 有了 我们去一个地方看看 三人马不停蹄地来到一个大山脚下 一旁张龙忍不住问道 冯大哥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冯玉林问道 如果你们是宋子义 结了荔枝树没有毁掉 会把它藏在哪里 当然是栽在家里 这样以后想吃就吃 王铁毫不犹豫地回道 话刚说出口 两人瞬间明白了冯玉林的意思 张龙瞪大了眼睛问道 冯大哥的意思 那荔枝树可能会栽在这座山上 我和宋子义曾是同门师兄弟 从小无父无母 都是被师父养大的 这座山叫玉子山 师父用我们名字命名的 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冯玉林回忆起那些往事 一脸伤感地说道 张龙和王铁总算明白了 如果宋子义劫走荔枝树 又知道荔枝树的珍贵之后 必然会将荔枝树树栽种在玉子山上 三人上了山后 经过仔细一番搜寻 都没有发现荔枝树的踪迹 冯玉林眉头紧锁地说道 难道我想错了 他会把树种在哪里呢 快看 那是什么 张龙指着玉子山的一块墓地说道 冯玉林抬眼望去 只见师父清虚道人的墓地前 有一棵刚栽种的果树 他定眼一瞧 正是被他抢来的那棵栗枝树 我们快去把他挖起来 王铁兴奋地喊了一声 随即和张龙向墓地方向跑去 小心 冯玉林赶紧喊道 笑笑 话音刚落 两刀利剑就刺穿了张龙和王铁的胸膛 两人万万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埋伏 于是不甘心地倒下了 师弟 你出来吧 冯玉林墓地后面喊了一句 师兄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追到这里 不过你身上的毒应该还没完全解决吧 宋子义一声冷笑 从墓地后面走了出来 师弟 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 太子想谋权篡位 你要成为帮兄吗 还记得师父以前跟我们说过什么吗 冯玉林怒声质问道 哼 当今圣上专宠杨贵妃 昏庸无道 早就该退位让贤了 太子此举正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宋子义同样怒斥道 愚昧 没有当今圣上的英明决断 何来今日的大唐荣耀 你这么做与叛国之贼合意 冯玉林继续痛斥道 师兄 太子说过很欣赏你 只要你跟了太子 日后必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太子不会亏待你的 宋子义蛊惑道 哼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岂会与你们这些卑鄙小人于武 冯玉林颇为不屑地说道 既然如此 今日我们在师父面前 便做一个了断吧 宋子义一脚蹬在地上 向对面的冯玉林攻击而去 来得好 冯玉林大喝一声迎了上去 两人本来武功有些悬殊 开始占据上风的冯玉林 因为体内的毒药 还没有完全解除 体力渐渐感到不知 师兄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何必硬撑呢 我们师兄弟联手 共创一份大业 难道不好吗 宋子义讥笑一声问道 休要再说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冯玉林一咬牙 使出了从未在人前展示过的一招 砰 宋子义被一掌鸡飞了出去 在空中吐出一口血 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飞龙在天 师父竟然把龙象公传给了你 宋子义看着对面的冯玉林惊讶道 子义 师父说过 我们太虚门 不能卷入朝堂之争 可是你被师叛道 师父临终前把龙象公传给我 就是让我有一日清理门户 冯玉林看着对方说道 师父从小偏心你 如果不是他看不上我 我又怎么会做太子的走狗呢 宋子义心有不甘地怒吼道 他和冯玉林从小一起长大 可是师父从来没有看得起他 处处都表扬称赞师兄冯玉林 而他就是一个哪里都不争气的徒弟 做任何事都不合师父的心意 后来他想要证明自己 于是一个人进入江湖闯荡 可是江湖上人心险恶 很多事情都迫不得已 当初他被人冤枉 是太子路过时救了他 对方说 这个世界只有强者 才有权力讲道理 闯荡江湖多年的宋子义 又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呢 于是他败在太子门下 这些年暗地里帮对方处理了 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虽然太子给了他荣华富贵 可是他心里明白 他只不过是太子身边的一条狗 如果太子真的做了天下 恐怕他第一个谢莫杀驴就是他 子义 你误会师父了 师父对你严格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啊 冯玉林和对方说出了真相 这也是师父清虚到人临终前告诉他的 不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宋子义嘴上虽然说着不相信 可是心里早就知道了这个真相 否则也不会把荔枝树栽到师父墓地这里来 哈哈哈哈 宋子义一声狂笑 走到他父亲的杯前 一掌拍在自己的胸口上 不要 冯玉林惊呼一声 赶紧抱住了对方问道 师弟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师兄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真正想要害圣上性命的是兽王 太子是为了阻止他们 才让我截走荔枝树的 宋子义用尽最后一口力气说道 真正想要害圣上性命的是兽王 太子是为了阻止他们 才让我截走荔枝的 冯玉林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这一句话 心里痛苦地想着 难道这一次他又做错了吗 冯玉林将宋子义埋在师父的墓边 在第二日回到与江城约定的地点 他走到门外时 听见里面的友人正在说道 大哥 这个侠盗我去也 还真是一个笨家伙 他截走了荔枝树 现在又要费劲给咱们截回来 还是大哥的计谋高明 就让他们师兄弟自相残杀吧 旁边一人附和道 好了 等荔枝树送回来 我们按计划行事 误了兽王的大事 我们谁都没好下场 江城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必了 荔枝树已经被我毁了 冯玉林一脸踹开房门 直接潇洒地走了进去 冯兄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刚刚你说 江城脸色一变 笑呵呵迎了上来说道 不必再装了 你们刚刚说的 我都听见了 你们是兽王的人 真正想加害圣上的 是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冯玉林怒吓道 哼 冯玉林 你不要信口辞皇 江城见真相败露 也不再继续伪装了 谁想加害圣上 掀过我这一关 看招 冯玉林提剑 向对面几人刺去 很快 双方又站到一起 不过这一次 冯玉林没有留守 即便面对对方几人 也不落下风 江城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以前他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看来留着对方 将来会是一个隐患 于是眼中一狠 打算趁此机会除掉对方 双方交战数十回合后 眼看冯玉林就要取胜 却不想胸口一疼 他瞪大了眼睛问道 可恶 你们给我下了毒 哈哈哈哈 你现在才知道 恐怕晚了 江城大笑一声 原来他之前将对方救回来后 在解毒碗里下了另一种毒 只要多次运功 就会激发体内的毒效 你们果然是受亡的人 可是荔枝能救杨贵妃 你们为什么还要送过去 冯玉林不解地问道 哼 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江城冷笑一声 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出来 原来杨玉桓 本是寿王李茂的妃子 开元八年 李隆基见寿王妃子杨玉桓 貌美如花 便那入宫中霸为己有 从此过上了 不理朝政的荒废生活 寿王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同时对杨玉桓念念不忘 当他得知杨贵妃生了一场病 日渐消瘦时 他便和高丽氏商量 向杨贵妃进献丽支 这一次寿王进献丽支 有两个目的 第一 确实为了给杨贵妃治病 可另外一个目的 便是借着进献丽支的机会 暗中毒害皇上 然后再嫁祸给太子李亨 如此一来 朝中有武惠妃和李林福等人 积极地拥立 他就可以顺理成章 登基为帝 冯玉林得知这些真相后 才恍然大悟 原来皇帝两个儿子 处心积虑地抢夺那棵栗枝树 其真实的目的 都是为了争夺皇位 好了 现在你已经知道真相了 就让我送你上西天吧 要怪就怪你的好师弟 把你卷入到这场争斗中来 江城冷笑一声 随即一刀砍下 砰 冯玉林一招飞龙在天推出 直接将对方拍飞了出去 不过他的喉咙一甜 显然这一掌 已经让他体内的毒笑 发作更快了 此地不宜久留 冯玉林心里暗道 随即他舌身破窗逃出 我去也 你们回去告诉寿王 只要我不死 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 就在江城等人要追赶时 冯玉林的声音飘到众人耳中 经此一闹 太子和寿王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皇上得知荔枝被劫以后 立即派人再去福州 重新挖掘一棵荔枝树 运回长安 杨贵妃吃了荔枝以后 病情确实稳定了不少 皇上虽然心里知道 两个儿子背后做的这些事情 不过杨贵妃相安无事 他也就没有再追究了 很多年后 一个男子走在大街上 忽然听到一群儿童正在吟诵一首诗词 他忍不住侧耳细听 然后开心地笑了 长安回望绣城堆 山顶千门四地开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事立之来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的意思是 豆子和豆结 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 豆结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 在这故事中 太子李亨和寿王李茂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不过为了争夺帝王的位子 彼此不择手段相互陷害 不过在侠盗我去也被卷入这场纷争后 最终凭借英勇和智慧 化解了这场危机 既帮助了杨贵妃 也让李家人没有再互相残杀 重蹈当年玄武门之变的悲剧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像 我去也这样的一霞 他们看到社会丑恶的一面时 会义无反顾地去揭露 看到国家有难 会不畏艰险 奋不顾身地迎难而上 最后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人的一生若不想平淡 就应该心里有益 眼里有光 脚下有路 这样的未来才不负少年 民国时期 在吉林省永吉县 有一个黑石村 村子地处偏僻 四周被群山环绕 因而土地贫瘠 这里很多农民家里 都穷得揭不开锅 如果不走出大山 等待他们的不是饿死 就是病死 黑石村有一个男人叫葛金根 他长得高大健壮 性格却忠厚老实 在村子里少不了被人欺负 葛金根的父亲 早些年就去世了 据说是挑山时 从山上失足滚下来 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就断了气 那一年葛金根才六岁 他什么也不懂 只知道家里少了一个人 再也看不到父亲了 幸好母亲刘氏 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 寒心如苦地将他拉扯大了 本来以为儿子长大了 再娶上一个媳妇 日子就要好起来 可是天不随人愿 刘氏突然生病了 而且一直卧床不起 葛金根为了给母亲治病 将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可治病要花的钱 就像一个无底洞似的 永远都没个止境 就在葛金根为这件事 愁得吃不下饭时 村里的黄大叔走了过来 他先是安慰了几句 随后表情严肃地问道 孩子 你想不想挣钱 想不想娶媳妇 叔 您就别打去我了 咋能不想吗 葛金根苦着一张脸说道 想就行 其他的叔给你想办法 保证你既能挣钱 又能娶上媳妇 黄大叔拍着胸脯说道 叔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就算有的话 肯定轮不上我的 葛金根还是有些不相信 不过眼神里却多了一丝期待 黄大叔在村里混得最好 这些年在外面倒腾一点生意 听说赚了不少钱 葛金根心里 是相信对方说的那些话 毕竟人家在外面走南闯北 肯定见多识广 没必要骗他一个穷小子 你别急 这回我出门打听打听 一有消息就给你个准信 保叫你吃不了亏 还偷着乐呢 黄大叔说完就走了 也不知道是开玩笑 还是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 自从黄大叔说了那些话 葛金根就经常坐在村口那里等着 毕竟家里的母亲还在等着前治病 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半个月后 黄大叔回村了 葛金根拿了几个鸡蛋跑过去 迫不及待地问道 叔 上回说那事打听得怎么样了 黄大叔看着对方急切的样子 咧嘴一笑道 成了 不过你可得想好了 最好回去和你娘商量一下 回头我别吃力不讨好 反惹一身骚了 叔 我怎么和娘说 这究竟是什么活 我能行吗 葛金根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 毕竟他从来没出过村 除了有把子力气 变什么也不会 放心 能成 你回去就跟你娘说 你去拉帮套 快的话 三五年就能带着钱和媳妇回家 慢的话 可能要十年八载 黄大叔语气轻松地说道 叔 我娘让我把这几个鸡蛋带给您 葛金根放下鸡蛋 转身就跑了回去 一回到家 葛金根就扯着嗓子喊道 娘 娘 黄大叔说给我找着活了 我马上就能挣钱给你治病 还能娶媳妇了 你叔跟你说了什么活吗 你这从来没出过门 别把事情办砸了 刘氏问道 叔说了我能行 好像是去拉帮套 娘 你知道拉帮套是做什么吗 葛金根满是好奇地问道 拉帮套 你叔真是这样说的 刘氏瞪大了眼睛 似乎听到这个话后有些生气 娘 你怎么了 葛金根有些不明白 母亲为何生气 原来拉帮套是东北一种陋习 很多相对富裕的家庭 由于丈夫患重病 不能抚养妻士和赡养老人时 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 另外寻找一名年轻力壮 且心地善良的男人帮忙养家 照顾老小 三个人吃喝都在一起的这种生活 便是所谓拉帮套 当然 这种民俗听上去 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可在那个时期 却是真实存在的 一般选择拉帮套的男主人家里 都是稍微富裕的 而成为拉帮套的年轻男子 往往都是忠厚老实 因为家里实在太穷 娶不起媳妇 又急着用钱 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这种拉帮套生活 若是运气好的 男主人患病去世后 妻子便可以与拉帮套的男人 结为正式夫妻继续生活 运气差一些的 便只能做牛做马 为了一点碎银子 委屈求全 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 这时 黄大叔来了 他走进屋里 把葛金根支开后 对躺在床上的刘氏说道 刘大姐 这种好事就别再犹豫了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 难道你忍心让这孩子打一辈子光棍吗 刘氏心里确实纠结 这拉帮套毕竟有为婚姻伦理道德 以后免不了让人说闲话 可是家里现在这种情况 儿子要不去拉帮套 这辈子就被自己拖累了 指不定以后就得打光棍 到时候葛家到这一带就断根了 刘大姐 人家说了 每个月给三斗米 五年以后 若是两个孩子 就让金根带一个回来 黄大叔继续说道 没等刘氏说话 躲在门外偷听的葛金根 就冲进来说道 娘 就让我去吧 刘氏眼里满是内疚 他心疼地问道 孩子 你可想好了 到了别人家里后 你啥活都得干 受再大的委屈 也得网渡李燕 娘 我能行 葛金根语气肯定地说道 都是为娘没用 为娘这副身子 拖累你了 刘氏抱着儿子 伤心痛哭道 娘 您别这样说 儿子是心甘情愿的 葛金根安慰道 他知道 母亲这辈子吃了很多苦 现在他为母亲牺牲一些 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二天 葛金根就跟着黄大叔出发了 对方家在凤化县金山乡 离黑石村 有几十公里的路程 葛金根从黄大叔那里得知 男主人叫钱子光 妻子叫夏合 钱家在金山乡是个大户 家里除了有十几亩田 还有一些猪羊 再到地方前 黄大叔特意叮嘱道 男主人前两年得了一种怪病 现在卧床不起 听说脾气大得很 说什么你千万别顶嘴 少说多做就对了 叔 您放心吧 我不会和他吵 葛金根嘴上说得轻松 心里却是紧张起来 两人紧赶慢赶 终于在天黑前到了钱家 站在门外迎接的是一个女人 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 容貌和身材都保养得很好 大妹子 人给你带来了 是我老家侄子 人忠厚老实 干活有力气 以后留在你这里 可别亏待了 黄大叔走上前招呼道 葛金根抬头看了一眼女人 知道以后和对方要在一起生活了 第一回见多少有些害羞 夏合仔细打量着葛金根 然后说道 皮肤黑了一些 其他倒也可以 看这块头 干活应该没差 说完 从口袋里掏出一打银票 给黄大叔递了过去 黄大叔收了银子 回头对葛金根说道 别担心你娘 你在这里好好干 记住我的话 少说多做就对了 目送黄大叔离开以后 葛金根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这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说什么做什么都得看人家脸色 也不知道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你叫什么名字 夏合拍了一下对方突然问道 我姓葛 叫葛金根 名字是我爹给娶的 葛金根有些呆呆地说道 葛金根 这名字叫起来好不顺口 我看以后叫你黑娃怎么样 夏合笑了笑 像是在征求对方的意见 葛金根点了点头 他心里虽然不喜欢这个称呼 但是来之前母亲说了 做拉帮套的男人 千万不要和人家顶嘴对着干 房间我给你收拾好了 等我再给你找几件衣服 你先洗个澡 然后再去见我家男人 夏合领着葛金根进了屋 边走边说道 到了房间后 葛金根四处瞧着 这里房子的确比自家大多了 床上的被褥和家具 看上去都像新的 他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心里对以后的生活 多有了一丝期待 厨房里烧了热水 我给你提过来 夏合见对方好奇的样子 有些想笑 我跟你一起吧 葛金根说完 又跟对方去了厨房 提了两桶热水到房间里 等热水倒进澡盆后 葛金根见对方还留在房间里 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 他有些不好意思当着外人脱衣服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还害羞啥 快脱了吧 我给你擦擦背 夏合的语气看似轻松 其实心里也怦怦直跳 脸上情不自禁地浮现一抹飞红 葛金根没有办法 只好按照对方说的照做 他今年二十六 长这么大 除了小时候 母亲给他洗过澡 还是第一次和陌生女人独处 浑身上下多少有些不自在 别紧张 以后有媳妇就习惯了 夏合说完 用手试了是水温 然后拿起一块毛巾 替对方擦拭着 半个时辰后 葛金根换了一身衣服 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上去确实精神不少 夏合一脸红润 走到对方面前 帮着整理了一下衣领 小声叮嘱说 等会见了他 别说咱俩的事 他说什么你就听着 不要往心里去 知道了 葛金根点着头 然后跟在对方后面 进了男主人的房间 啪 葛金根的左脚刚踏进门槛 就听见房间里摔杯子的声音 然后就听见男人的声音 在大声叱骂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和她过去吧 来跟我说做什么 故意气我是不是 夫君 这是我跟你商量过 你先前可是同意的 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 夏合有些不理解地说道 以前是以前 现在我不同意 你让她走 我不想见她 钱子光发泄着脾气 怎么也不肯接受葛金根 你说轻巧 把她赶走了 家里那些活水来干 要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至于找几个男人过日子 背后那些人 还指不定怎么说我呢 夏合说着 一脸委屈地哭起来 钱子光看到妻子哭了 一时也心软下来 他锤打着身体 内疚到 都是我没用 我就是个废人 夫君 你别这样 慢慢休养 以后会好起来的 夏合抱着对方痛哭了一会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谁又愿意找个拉帮套的男人 一起生活呢 过了一会 钱子光叹了 一口气道 你让他进来吧 夏合起身降门外的葛金根 带到夫君面前 然后介绍道 他叫黑娃 是个老实人 你知道找你来做什么吗 钱子光躺在床上 吃力地抬起头向对方看过去 知道 我来干活的 葛金根第一次见到男主人 脑海里想起刚刚洗澡时发生的事情 不免有些心虚起来 钱子光只是身体不行 可眼神不差 他见对面的黑娃总是有意地看向夏合那边 顿时脸色阴沉地说道 我还活着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葛金根从房间里出来 背后已经湿了一片 刚刚他既紧张又憋屈 同样是被生活所逼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并不代表他做了拉帮套的 就连人格和尊严都不要了 夏合追出来为丈夫解释道 黑娃 你别生气 自从他病了以后 就经常这样子 脾气一天比一天大 夏合姐 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还要伺候他 葛金根有些不解地问道 他现在生了病 和他计较做什么 夏合哭泣着 眼泪里多少有些无奈 葛金根见对方哭了 急忙上前安慰了几句 虽然是第一天相见 但是他开始有些心疼对方了 接下来几天里 夏合带着他熟悉了家里的一些情况 具体要干哪些活 事无巨细都说了一遍 几天下来后 葛金根对这些情况也都了解 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十分意外 原来钱子光是上门女婿 现在钱家这一切 都是夏家几代人积攒来的 夏合说起自己夫君 总是偷偷地抹眼泪 原来钱子光以前是个流氓无赖 在他年轻时候 经常花言巧语哄骗他 本来他的父母要给他一门亲事 可是他执意要嫁给对方 两人为了在一起 骗父母说肚里怀了孩子 结果把父母活活气出了病 最后钱子光做了夏家的上门女婿 夏家父母在的时候 钱子光还老实一些 可没多久他的父母过世 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钱子光不仅在外面花天酒地 回到家里 还经常打骂他 可是为了生活 他只能忍气吞声 毕竟自己造的孽 后果还得自己去承受 也许是报应到了 钱子光突然一病不起 夏合总算解脱了 不过丈夫病成这样 他若是不管不问 背后肯定有人说三到四 他既要照顾生病的丈夫 又要干家里的农活 实在是有心无力 于是他便把拉帮套的想法 和丈夫说了 钱子光见他劳累 便答应了 后来夏合遇见跑生意的黄大叔 对方就说自己老家有个侄子 为人忠厚老实 身体又高大健壮 二十多年从没出过村子 家里还有个重病的老娘急用钱 是拉帮套的合适人选 葛金根是个能吃苦的人 自从来了以后 白天干活确实卖力 到了晚上 夏合总是烧好热水等着他 然后两个人便忙碌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葛金根算了算日子 他来这里都快半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白天干活 晚上也不忘耕耘 只是有一件事让他很纳闷 夏合说 丈夫以前是个无赖 气死了他的父母 后来喜欢花天酒地 对他不是打就是骂 如今病了 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 可是葛金根发现 钱子光虽然脾气变得非常古怪 动不动就骂几句脏话 但是只要夏合一哭 对方就心软了 然后非常内疚自责地捶打自己 眼里的泪水 似乎都是在心疼和忏悔 这一天半夜里 葛金根被一抛尿憋醒了 他起身到外面的院子里小姐 却发现钱子光的房间里亮着灯 于是他好奇地走了过去 靠近房间后 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正是钱子光的声音 夏合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这样会害了你的 我不管 吸光他的阳气才能救你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夏合说道 可是这样 我活着彼死了难受 求求你不要了 钱子光苦苦哀求道 葛金根在外面 听得云里雾里 他捅破纸 窗户朝房间里看去 只见夏合坐在梳妆台前 一边梳着头 一边和躺在床上的 钱子光说着话 子光 我不会看着你先死的 只要我再找几个男人 你的病一定就能治好 夏合回头 目光深情地说着 葛金根听了半天 意识到自己现在身处险境 刚想离开 脚下却不小心踩滑 结果就摔了一跤 糟糕 被发现了 葛金根按道一声不妙 刚走到门口 就被身后的夏合叫住了 黑娃 这么晚了 你在这干嘛呢 夏合笑着走了过来 夏合姐 我 我尿急 准备解手呢 葛金根惊慌失措地说道 是吗 我还以为你半夜睡不着 想我了呢 夏合眉眼一抛 挽着葛金根的手臂 就往房间走去 带两人进了屋里 夏合关上房门 露出乡间说道 黑娃 今晚姐姐来陪你睡吧 夏合姐 这 这不太好吧 子光哥知道了 肯定会生气的 葛金根抽出手 向后退了几步 那个死鬼 谁知道他哪天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不管他 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夏合说完 解开衣服 就朝对方扑了过去 啊 救命啊 葛金根见对方脸色 突然变得无比猙獰 他吓得推开对方 然后捅破窗户 跳了出去 黑娃 别走啊 快到姐姐这里来 夏合很快就追了上来 只是他的一双眼睛 充满了血丝 救命啊 葛金根向大门跑过去 可是夏合的身法更快 他纵身一跃 便拦在了大门前 然后冷笑道 别走 等我吸光你的阳气 夫君就会好起来 啊 不要啊 葛金根的上衣 被对方一把撕烂 砰 大门突然被踢开 只见一帮警察 突然涌入进来 只见为首的一位医生 将一根银针 扎进夏合的太阳穴上 对方身体便瘫软下去 进去 快看是不是他 这时 后面几个警察 又压着一人走了进来 叔 你怎么在这里 葛金根看着 被警察扣押的黄大叔 一脸吃惊地问道 孩子 对不起 我骗了你 黄大叔愁眉苦脸地说道 这究竟怎么回事 黄大叔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葛金根不解地问道 他四处招摇撞骗 害他人性命 现在被我们抓获 一位警察解释道 求求你们饶了我家夫人 他还没有害人 嗨嗨 这时 钱子光艰难地爬到门口 边喊边咳嗽着 刚刚那位医生健壮 赶紧让人扶住钱子光 他用仪器检查一番后 皱着眉头说道 他的脑部受过重疮 应该是出现脑出血的情况 需要及时做手术 随即几个警察抬来一副担架 将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钱子光 抬去了医院 在医院手术室外面 夏合和葛金根交集地等待着 足足等了六个小时过去 主导医生才走出来说道 手术很成功 病人现在需要转到重症监护士 谁是病人的家属 我是 我是病人家属 夏合急忙答应道 病人是慢性脑出血 神经被压迫 才导致的手脚瘫痪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治疗 医生一脸不解地问道 哇 夫君 我对不起你 我差点害了你啊 夏合瘫坐在地 嚎啕大哭着 原来这一切 还得从半年前说起 夏合不顾父母的反对 执意要嫁给钱子光 后来夏父被逼无奈 只好退了一步 同意让钱子光 做夏家的上门女婿 可钱子光好吃懒做惯了 做了上门女婿以后 根本不帮着夏家干活 夏合的父母 只要训斥女婿几句 女儿就拼命地袒护 最后竟然把父亲的心脏病 给气发作了 夏父去世后以后 夏母整日以泪洗面 后来一时想不开静 寻了短见 看到父母被气死后 夏合与钱子光大吵一架 结果一失手 将对方推到 脑袋磕在桌角上 钱子光昏迷了几天 夏合一直不敢报警 于是四处寻找 救治夫君的办法 恰恰在这个时候 他遇见了四处招摇撞骗的 黄中奎 对方告诉他 要想救治夫君 必须用以羊补羊 以兽换兽的秘法 夏合并急乱投医 当即就相信了对方 黄中奎见他如此好骗 便继续忽悠 用亲身传授秘法的借口 与之发生了关系 夏合被骗色以后 丈夫突然醒了 他觉得一定是秘法起了作用 于是再次找到黄中奎 希望对方继续帮忙救治丈夫 可黄中奎每天四处行骗 哪里有耐心陪对方玩这种游戏 那一日他回到村里 见村里的傻大哥葛金根坐在门口 便灵机一动 想出一招阴损的计谋 他知道葛金根孝顺 现在急着挣钱给母亲治病 便三言两语哄着对方迫切地想出去挣钱 而他则找到夏合 用同样的方法让对方上了当 误以为每天和葛金根发生关系 再与丈夫发生关系 就能采羊补羊救治夫君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对外宣称这是拉帮套 这样就会避免村里的其他人怀疑 因为在当地确实有拉帮套这种民俗陋习 如此一来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夏合为此付了一大笔钱给对方 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不过钱子光在外面闯荡过 他知道妻子已经受骗 可是无论他怎么劝说 妻子始终不肯相信 钱子光之所以同意拉帮套 是因为他不忍心 妻子每天活得如此煎熬 更担心自己死了以后 妻子一个人孤苦无依 可是妻子越陷越深 他每天来回折磨自己 叫他看了实在不忍心 于是在一次朋友来看他时 他偷偷拜托朋友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即开展了调查 很快便发现了黄中奎的行踪 于是将其抓获 原来黄中奎用同样的方法 已经骗了多人 这些受害人都是女性 家里都有身患重病的丈夫 他们病急乱投医 遇见这种情况 很快就相信了对方 最后都被钱财又骗色 有些人甚至为了救治自家丈夫 谋害了他人性命 幸好夏合这边发现及时 没有酿成大祸 不过他既损失了钱财 又被骗了身子 也算是为自己的愚昧买单了 黄中奎被警察抓获以后 案件很快就审理完了 在确凿证据下 最终被判了死刑 通过这次事情 夏合终于认识到了自己错误 他因为缺乏对科学的认知 才轻易地相信黄中奎这种神棍的花言巧语 每个人犯了错误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只是有时候过于偏激和执着 不仅伤害了自己 还会损害到身边的亲人 如果夏合能与父母和丈夫好好沟通 很多悲剧便不会发生 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以后 仍然执迷不悟 不听他人规劝 最后险些酿成更大的悲剧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一定要相信科学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切勿相信祈福消灾等迷信伎俩 谨防上当受骗 宋朝的通州府 三教九流的人都来到此处讨生活 城南旧区的一些居民 便将空闲的房子租给了那些手艺人 和做小生意的 由此多了一份收入 其中有家姓姜的生意人家 本来是一家三口 住着一进的院子 半年前 久病缠身的姜父去世后 家中只剩下老母亲杨氏 和二十岁的独子江建林 江建林完全接手了父亲的生意 虽然只是小生意 但日子还过得去 只是白天要外出做生意 杨氏一人在家觉得孤单无聊 整天没精打采的 便跟儿子商量 想把两间厢房租出去 人多了热闹不说 还能赚点零花钱 江建林心想 要不是这几年 父亲身体不好 我早就把媳妇娶回来了 零花钱 哪有我娶媳妇重要 可也只能心里面想想 嘴上可不敢这样说 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 江建林对杨氏道 母亲 家中虽然有空房 可是要搬搬腾腾也麻烦 再说 咱也不缺那点钱 不如我娶个媳妇回来陪您如何 杨氏听了一拍脑门 哟 我真是老糊涂了 你早就该娶亲了 儿子你放心 娘这就准备起来 一定给你娶个满意的 有了目标之后 杨氏亦反往常地颓废 每天精神抖擞 到处串门 跟街坊邻居打听 哪家有适龄的未婚女子 还细心清点家底 准备婚事要花的钱和东西 忙得不亦乐乎 只是 常住的街坊都知道 杨氏为人刻薄 还小缉度长 大家不愿意与他深交 更别说与他做亲家 他们嘴上答应帮忙 其实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边江建林的婚事 还没有着落 江家就来了个不速之客 本家远房侄子 十九岁的江李 父母都去世了 前来投靠他们家 江李住在百里之外的乡下老家 务农为生 父母去世后 他感觉家中也没什么出路 就独自一人来到通州城 投靠素未谋面的远房伯父 想不到伯父也已经去世 江李一阵伤心 人都找上门了 杨氏也不好往外赶 于是安排他在东乡房住下 说道 大侄子啊 能记着你伯父 说明你是个好的 只是这城里不比乡下 吃颗白菜也要钱 你也别怪伯母小气 我把东乡房腾给你住下 吃饭的事 你就自己解决吧 江李生得高大有黑 憨厚勤快 他二话不说 答应了杨氏 伯母快别这么说 你能收留我 我就感激不尽了 我会一辈子记着伯母的好 江李一来到 江家的重活累活 都是他包了 有时候杨氏外出采买 也叫上他去帮忙 杨氏和江建林 都觉得轻松了不少 一时间 气氛倒也算是融洽 江家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 只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 一天 江建林外出做生意 江李出去做短工 晚上回到家里 发现西乡房住了人 住进来的是一对兄妹 哥哥叫柳刚十九岁 妹妹叫柳叶十七岁 适逢家乡大汉 柳是兄妹 只得出来卖一谋生 兄妹俩出来乍到 暂时在客店落脚 打算一边挣钱 一边找个便宜的房子租住 说来也巧 这天兄妹俩正在市场旁边的空地 卖力表演 买菜的杨氏 也凑过去看热闹 见到眉清目秀 身姿灵活的柳叶 顿时在心里盘算起来 这姑娘身体好 有力气 干活肯定是一把好手 若是娶了当儿媳妇 还怕没人服侍我们母子吗 柳氏兄妹卸场讨钱 杨氏一反平时地抠门 摸出几个铜板递给柳叶 一边缠着她打探起来 哎呦 这姑娘可真水灵哦 多大了家住哪里啊 怎么到这里卖一来了 柳叶一一作答 不一会儿 所有情况就被杨氏摸清楚了 杨氏当即热情邀请柳氏兄妹到家里居住 她说 哎呀 正巧了 我家还有个西厢房是空着的 不如就住到我们家吧 房租算便宜一点 我就喜欢这你这个姑娘 能陪我老婆子说说话 就这样 柳氏兄妹就跟着杨氏来到家中 在西厢房安顿下来 成了江家的房客 就住在江里的对门 这江里跟柳氏兄妹年纪相仿 身份也相当都住在前院 都是白天出门 晚上回来煮饭吃 柳叶就热情地招呼江里过来一起吃饭 几个年轻人有说有笑 家里也变得热闹起来 而江建林是个生意人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习惯了先计算得失 虽然手头比较宽裕 但却没有江里那种洒脱和大气 鸡毛蒜皮也算得清清楚楚 他看到江里有时候买回来三个人吃的食物 忍不住在心里面唾弃 骂江里是傻子 对几人的盛情邀请避而远之 几天后 杨氏跟江建林 透露了自己的意思 问他看不看得上柳叶 江建林摇头 柳叶虽然不错 但我不想娶个乡下妹子 像我这样的条件 娶个城里的小姐也不是不可以 更何况 结了这门亲 就多了一帮穷亲戚 以后不知道要拿出多少去接济 他哥哥看着也不好惹 我们不好拿捏柳叶 杨氏见儿子决心已定 也没有再多说 只得加快步伐 为儿子寻访合适的女子 只是杨氏母子这种小机度长 左邻右里都清楚着呢 所以并没有人真心帮他 杨氏母子忙着打自己的算盘 前院住着的三个年轻人 却没有那么多计较 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自然而然地 江里和柳叶之间 多了一层朦胧的情愫 有一天 柳刚得了伤风 带病坚持表演 爬上竹竿顶的时候 不小心掉 下来 重伤不治 柳叶哭得死去活来 但也挽回不了哥哥的生命 这边杨氏健壮 心思又活泛起来 儿子的亲事迟迟没有着落 柳叶现在孤原无助 如果娶了进门 他还不得乖乖听我的 杨氏拉过儿子嘀咕起来 江建林这次再没有意义 只是说道 可我见那柳叶和江里两人 分明是有了感情 他是来投奔我们的 我们收留 他就就是天大的恩情了 有好事肯定先紧着我们家 再说你还是他哥呢 我来跟他说 杨氏亲自出马 找到江里哭道 你伯父前两天托梦给我 说要你哥一个月内成亲 可这么着急 让我上哪找去 要是完不成这个心愿 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伯父啊 你哥说眼前就有个现成的 可就担心 你和柳叶 你们 江里也觉得自己条件差 不能给人家姑娘一个安稳的生活 也无法拒绝伯母的要求 于是就答应退出 他借口外出做工 离开了整整一个月 江里回来时 柳叶已经嫁给江建林 一切尘埃落定 柳叶成了他的堂嫂 杨氏和江建林愿望达成 见江里回来 心中觉得内疚 感觉有些对不起他 主要是担心 江里仍然惦记着柳叶 于是杨氏便答应江里寻一门亲事 其实 江里是个懂事之理的人 既然已经斩断情思 就根本不会再想一些有的没的 但嫁不住杨氏 非要这样想 柳叶也是个好姑娘 她既然答应了嫁给江建林 也就踏踏实实地跟她过日子 果然如杨氏所愿 柳叶做家务干活 是一把好手 她把杨氏母子服侍得妥妥贴贴 母子俩都对她极为满意 过了一段时间 杨氏早前托人为江里寻找的媳妇有了着落 白天江里不在 杨氏直接把人给领回来了 只是 领回来的女子看着有些一言难尽 这女子名叫妙月 挺好听的名字 可人不仅五大三粗 而且言谈举止粗鄙不堪 脾气暴躁 问题是还死了丈夫 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名叫鸭鸭 一看就是杨氏在敷衍了事 这倒也符合她的性格 自己儿子找媳妇 都不舍得花多点钱请媒人 哪里会用心帮江里找媳妇呢 说是脱了媒人 其实是她从街上捡回来的流浪女 妙月来到江家就赖着不走了 江里回来一看她这德行 心里很不乐意 正想要出声推辞 可杨氏却拉着她长嘘短叹又说开了 大侄子啊 你是不知道啊 这年头娶个媳妇不容易 像你这条件跟她很般配 我拉下老脸去求没人找来的 别看她长相不好 但是知道疼人 再说嘛 你现在说不愿意 可人都领回来了 你说咋办 杨氏端出长辈的架子软软硬兼施 善良的江里即使再不乐意 也想着亲情为重 不忍心让伯母为难 只得违心地娶了妙月 妙月以前穷怕了 嫁给江里才安定下来 母女俩有饭吃 有地方住 开始安安愤愤过了一段时间 可久而久之 她那些斤斤计较 自私不讲理的毛病 就慢慢暴露出来了 有几次还偷偷拿眼睛往江剑林身上挑 看江里越来越不顺眼 一点小事就跟吵 江里不善言辞 妙月一闹她就摔门出去躲 不甘心的妙月 就去找杨氏和柳叶诉苦 杨氏端起长辈的架子 冷冷地说 你都嫁过来了 过日子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你们要是再这样闹下去 吵得鸡犬不宁 家宅不安的话就给我滚 自己找地方住 妙月被唬住了 不敢再做得过分 慢慢安分下来 老时跟江里过日子 不久就有了身孕 一年以后生了一个胖小子 江里高兴极了 对妙月也更加宽容 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 柳叶的肚子迟迟不见动静 杨氏最为着急 不断地带着柳叶寻衣拜佛求要 各种方法都折腾了 柳叶是苦不开言 但是又不能说什么 只得默默地忍受 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没有动静 杨氏和江建林 开始对柳叶甩脸色 冷言冷语 就连妙月也在一旁落井下石 冷嘲热讽 柳叶委屈不已 经常暗自垂泪 转眼间三年过去 柳叶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杨氏和江建林耐心耗尽 说如果再过两个月 再没怀上的话 就要休了柳叶 就在这时候 城里来了一位医术高明的胡一 说是包治百病 很多人都看好了病 对胡一赞口不绝 杨氏便拉着柳叶过去 把脉之后 胡一说柳叶身体健康 要放松心情 不可思虑过多 回到半路 杨氏越想越担心 打发柳叶先走 又折回去找胡一问个究竟 胡一道 问题多半出在你儿子身上 杨氏吓了一跳 不可能 我儿子怎么会有事呢 胡一严肃地说 事与不事叫来一看便知 杨氏坠坠不安地回去 把胡一的话跟儿子说了 晚上 江建林把头和脸包住 偷偷摸摸地去了胡一住处 胡一一把脉 就说他先天不遇 无药可医 接着说了好几个症状 江建林一一对症 终于相信 江建林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抱头痛哭起来 杨氏见儿子如此伤心 又想出一个办法 说道 儿呀 咱们不说出去 也没人知道 要不 我们借个种 只要柳叶生了孩子 就不会有人说三到四了 于是江建林跟杨氏又嘀咕了很久 把主意打到了江里身上 他们觉得江里好歹也是江家的人 与其找一个外人 不如留个亲近一些的血脉 再说江里身强力壮 自己又生了儿子 实在是最好的选择 主意是打定了 可是具体怎样行动 也是很有难度的 江建林根本就抹不下面子 把自己的短处告诉江里 再说 以江里那耿直的性子 多半不会答应这事 想来想去 最好的办法就是出阴招 于是杨氏假意安慰柳叶道 大夫说了 你要放松心情 不要思虑过重 这样才容易怀上 之前都怪我们太过紧张了 不明真相的柳叶文言松了一口气 心情也慢慢地放缓 一天 他们找着机会 江建林给柳叶下了迷药 柳叶昏昏呼呼地睡着了 接着 江建林约江里出去喝酒 在酒里下了药 把江里灌得鸣鼎大醉 扶回自己的房中 这天晚上 江里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居然跟唐嫂柳叶 睡在一张床上 而柳叶非常的热情主动 她把持不住身陷其中 等到一觉醒来 才发现不是梦 而是真的跟柳叶睡在一张床上 吓得她 吓得赶紧摸下床 穿好衣服偷偷溜走 而柳叶这晚 也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缠绵 不像是自己的丈夫 她醒来之后 正正地想了半天 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时 煎熬了一个 晚上的江建林 推门进来 假意关心柳叶 昨天晚上睡得可好 柳叶却一脸古怪地看着她 欲言又止 江建林见状 以为柳叶起了疑心 连忙住嘴 不敢再问下去 这边江里溜出柳叶的房间后 不敢直接回去 而是翻墙出去 在外面溜了一圈 她冷静下来一想 知道自己被算计了 心里非常愤怒 可偏偏还无处喊冤 决定离开江家搬出去住 回到家庙月就问她 昨晚上是喝了多少酒啊 路都走不回来 堂兄回来报信 让我担心了一个晚上 本想多问几句 堂兄却脸红了 哎 堂兄长得可真俊啊 江里正心虚得很 胡乱应了她一句 根本没留意到 妙月在夸江建林长的俊 妙月却敏感地觉察到 自己的丈夫很不对劲 可问了半天 江里也没说 只是对她说道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住吧 去外面租个便宜的房子 我能养活咱们一家子 妙月更觉得奇怪了 抓住江里一顿追问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江里道 你别问了 就这么决定了 我去找伯母 江里见到杨氏 把门一关 开口就问 是不是堂兄身体有问题 竟然来算计我 惹不起 可我躲得起 我这就搬走 杨氏见事情败露 赶紧放下面子说好话 请求江里等 柳叶怀孕后再走 可江觉得 再也无法面对柳叶 于怒未消地推门而去 江里没留意到 好奇的妙月 偷偷跟在背后 趴在门缝 听到了事情的真相 妙月先是勃然大怒 转而又不知道 想到了什么 于是放缓了脸色 躲在一边 带江里走后 他进去找了杨氏 妙月一进去就道 我都听见了 你们真是好算计呀 杨氏无法 只得放下姿态 好话说尽 妙月则是一言不发 两眼直盯着 杨氏手上的银镯子 杨氏明白了 二话不说 撕下镯子 塞到妙月手中 妙月一乐 一游未尽地说道 哎 我说堂兄 长得可真好看哪 杨氏直接惊呆 没好气地说道 也不看看 你那副样子 你要有那本事 我也不拦着 杨氏本来是随口一句 不料妙月却上了心 以至后来 惹出一堆麻烦 妙月跟杨氏聊完 回到屋里 江里还坐在那里生闷气 闻声惶惶不安地 看向他 妙月却一笑道 刚才伯母找我 我都知道了 相公你就放心吧 我不计较 其实堂兄挺可怜的 妙月反过来 劝江里要知恩图报 助人为乐 江里虽然感到诧异 但妙月地不追究 让他松了一口气 江里一家 就这样留了下来 于是 这样的事情 又发生了一次 江家一家人 都心知肚明 唯独柳叶一个人 蒙在鼓里 江剑林虽然心里面 很不舒服 可是 为了面子 为了子嗣 他只能打掉牙 往肚子里吞 一天晚上 江剑林又把柳叶迷倒 江里走进了他的房间 但这次江剑林没有走远 他在外面听着房中传出的声音 感觉到无比的讽刺 这一刻 他心里面的悲愤和隐忍 达到了极点 第二天 江剑林无故责骂柳叶 柳叶莫名其妙 顶撞了几句 他一怒之下 竟然动手打了柳叶 江里听到挺身而出 护住柳叶 他瞪了一眼江剑林 说道 你别不讲理 江剑林瞬间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耸了 从那天开始 江剑林就再也接受不了 跟柳叶睡在同一个房间了 他索性搬到另一个房间居住 留下柳叶 独守空房 而江里的妻子妙月 本身是个贪婪之人 他借着此事屡次找杨氏所要好处 最后杨氏不耐烦了 就不理他 妙月心里面很不高兴 想到 无论如何 也得把堂兄拿下 怎么也不能吃亏 他知道江剑林和柳叶分房而睡后 高兴极了 真是天助我也 一天晚上 柳叶睡到半夜口渴 起身走到堂屋倒水喝 不料一开门 却看见一道黑影穿过堂屋 朝江剑林住的房间走去 柳叶仔细一看 这不是妙月吗 他来干什么 柳叶平时没少被妙月冷嘲热讽 妙月还骂他是不生蛋的鸡 加上刚被江剑林莫名其妙地打了 柳叶憋在心里的火一刹那爆发 他假装没认出 冲上去揪着妙月使劲扇耳光 口中大喊 有贼呀 快来人抓贼 妙月被打猛了 吃痛不住 只得开口道 别打了 是我呀 柳叶假装没听出来 仍然一个劲狂奏 一时间妙月也挣脱不了 情急之下 他口不择眼喊了出来 只许你站着我老公 就不许我礼尚往来吗 江剑林听到响动 穿衣跑出来 刚好听到妙月喊出来这句话 顿时被吓呆了 然后先发致人 冲过去拉开柳叶就骂 半夜三更的你们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柳叶不一了 对江剑林说道 他诬陷我 给我泼脏水 江剑林没说话 柳叶又抓住妙月使劲地揍 我叫你诬陷我 我叫你泼我脏水 妙月气急败坏地说 你老公 你婆婆 他们个个都知道 唯独瞒着你 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的 柳叶大惊 又问江剑林 真是这样吗 江剑林心虚地扭过头不说话 柳叶一下明白了 爹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畜生干的事 闻讯赶来的杨氏和江里 见到事情被捅开 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半夜里只听到柳叶七里的哭声 尤为刺耳 半晌 江里走过去 一把托起妙月回屋了 杨氏没办法 只得细声细气去哄柳叶 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吗 难道要看着老江家绝后吗 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可是不管怎么说 柳叶就一直呆呆地 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江里回屋 狠狠地责骂妙月 你看你干的什么事 马上收拾东西 搬走 妙月本就是个不讲理的 一听就不干了 凭什么要搬走 理亏的是他们 我去问问 他们要赶撵我走 我让他好看 天一亮 妙月就气势汹汹地 找到江剑林和杨氏 你们说说看 江里说 我们不能在这里住了 本来是帮你们的忙 结果还要被赶走 江剑林本来就心情不好 听到妙月虎脚蛮缠的吵闹 顿时心烦气躁 走上去推了妙月一把 你给我走开 别在这里吵 烦死了 谁知道就这样巧 妙月的头撞到了桌子脚 顿时血流不止 妙月大怒 忘了疼痛 抓起一根棍子 朝江剑林冲过去 老娘跟你拼了 江剑林几时见过这种阵势 吓得把腿就逃 杨氏见妙月经过自己跟前 灵机一动 抬脚绊了一下 妙月收拾不住 摔了一个筋斗 头狠狠地磕在堂屋门槛上 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妙月六岁的女儿 压压过来找母亲 刚好看到这一幕 哇的一声哭叫起来 娘亲你怎么了 奶奶 伯父你们 把娘亲怎么了 惊呆的杨氏母子 一下子清醒过来 连忙辩解 说是妙月自己摔倒的 赶紧把人扶回东厢房 请来大夫一看 连说没救了 准备后事吧 当天夜里 妙月就重伤不治身亡 妙月的女儿压压 哭声凄厉地大叫 都是你们害死了娘亲 江里考虑再三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她果断地抱起压压 走 爹爹带你去告关 此日 知府命人将杨氏母子拿去 声堂开审 听完整个事情的经过 陈吟道 虽然妙月是摔得死 但事情跟你们不无关系 如果江建林不动手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 知府的话有理有据 江建林和杨氏都沉默了 这样吧 本府现在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江建林赔一笔钱给江里 再做五年牢 第二个 江建林害死了江里的老婆 就罚你把自己的老婆 赔给江里 你可愿意 知府接着问道 一听又是坐牢 又是赔钱 江建林被吓住了 心想 反正柳叶已经跟他离了心 自己也很难再接受他 不如就此舍弃 眼不见心不凡 又可以免除牢狱之灾 想来想去 虽然心有不甘 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知府转问江里 你可愿意接受第二个方案 江里跪下磕头道 草民没有了老婆 托儿带女的很难再去 愿意接受第二个方案 唯有柳叶蒙蒙蒙蒙蒙蒙蒙 仿佛做梦一样 还来不及 有所反应 就被知府 判成了江里的老婆 江里带着压压 回到家 收拾好东西 叫过柳叶 真诚地说道 对不起 我没有跟你商量 自作主张 是先去求了知府大人 我知道他们对你不好 只想先把你 从江家解脱出来 如果你不愿意 我 柳叶听得目瞪口呆 继而泣不成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江里话一出口就收不住 接着又说道 都怪我 几年前 我就不应该忍让 如果那时候 我坚持一下 早就与你共结连理 哪里有后来 这些心酸 妙月眼泪不停地流 哽咽着说 我愿意 你知道吗 你出去做工的时候 我就给你做好了 两对鞋垫 江里感动地说不出话来 紧紧拥住了柳叶 命运最终成全了柳叶 和江里这一对有情人 让他们重新走到了一起 江里带着柳叶和妙月的 两个孩子离开江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妙月后来有自己的孩子 但她始终对三个孩子 都视为己出 夫妻俩八十岁善终 而江家就好像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一朝梦醒 一切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 依然只剩下江建林 与杨氏母子 守着那座宅子 而别人都知道了 江建林的毛病 再也没有人愿意嫁给她 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也没有人愿意嫁给她 还挺有意义的